白飯淋上了滿滿的肉燥加上滷蛋 洗飽醬汁的蛋破開拌飯 消費者大快躲移 最近胃在台南麻豆牛肉湯名店 搭出了噱頭 消費120元肉燥飯滷蛋吃到飽 結果旁邊的告示 7月1號起要漲價了 漲10元 原污了漲價加上天氣時代太熱 業者要加裝冷氣 還要調整電線運載量 光是電費的成本就增加上萬元 這半牛肉湯創立之初 就打出了消費湯品肉燥飯滷蛋吃到飽 業者挺過了蛋價高漲的階段 但是扛不住天熱加裝冷氣 夏季電費的成本決定漲價 另外 夏天的消暑冰品 遊客排隊品嘗 業者除了面對冷氣電費之外 冰塊也要漲價 台南安平區的這一間網紅冰店 業者收到了漲價通知 因為水電原物料等上漲 所以從4月開始 冰塊也漲價 夏天開店做生意 從冷氣到產品 業者說壓力真的不小 目前選擇自行吸收成本 網紅冰店不漲價 天氣熱讓開店的支出增加 夏天要挺過的除了高溫 怎樣減輕壓力 業者們各品本事 三立新聞網上 小鈴鐺宇榮台南報導